它有几种方式 你说的点是它另外一种点菜的方式 我刚才说的是系统自动算 那是另外一种方式 那你需不需要两种都支持 当然需要 可以点也可以 就像淘宝搜索 你可以选条件 那普通点的这种方式 肯定就是常规点菜了 就是你点了之后 你点了菜的条目之后 就是出现菜的详细信息 然后它可以从下边勾选 然后提交 就点了这个菜了 也可以批量的点很多菜 然后一起提交 然后有它点菜 它要填的什么几点来吃 你刚才第二种 这种点菜的方式叫什么名字 有什么专业术语没有 专业术语 系统自动辅助点菜 辅助点菜 那目前点菜就这两种方式 对吧 对 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常规点菜 那么常规点菜的这个流程 你能简单给我描述一下吗 流程的话 先看菜单 就先列出一个菜单 对 就是登录之后是吧 登录之后列出一个菜单 它可以输关键词搜索 比如说什么回锅肉 它输个回锅肉 出来很多种回锅肉 然后它就可以点 可以搜索 点了之后 进去就是这个菜的详细信息 是 浏览菜单 浏览了菜单之后就可以去点菜了吗 对啊 OK 点完菜了之后 要不要有 是直接就 是保存了 就是还是什么 就提交到我们的厨房去了呢 点完菜之后 它可以后面加备注 比如说这个菜很辣的 它加个备注 说少放点辣椒 然后最后来一个总结 它说几点 我多少人 相当于这个 最后它的点菜信息 我们还会谈出一个确认信 确认页 对对对 要提交的 OK 一个提交的确认 最后就可以提交了 是吧 好 那么稍等一下 我这里有一个图 待会我给你看一下 那个菜品的话 因为有可能厨房里没有了 就是材料不齐了 做不了那个菜了 这个你得提示出来 就是在点菜的时候 点菜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一个去计算 对吧 OK 就查 其实就是去查找库存 那你这个库存 那你这个库存 这个功能又多了 那你刚才在那个菜品 相当于 也就是说 我们在做菜品管理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个菜品库存管理 那这样吧 先给它一个 先它可以不用那个提示 然后我们这边 人工的查完之后 给它发一个确认 这样来 就省了那块供了 我提完话 这种方式是不可行的 在实际参观里面 那又得加一个 加提示要好一些 加提示要好一些 OK 那我们就查到库存 那么如果有库存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提交 对吧 有库存的话 就是弹出确定 还是直接就 有库存就可以选 没库存 就那个钩就是灰的 就是不可点击状态 会不会写一个 其实没有库存 这样 你是说 在列出菜谱的时候 就可以就显示 它的这个库存 那我那行 那稍等 这个图就不用这样画了 好 我这里简单画了一个图 我把电脑转给你 我们一起看一下 那我给你描述一下 就是客户在登录了之后 但这个他怎么登录的 我们先不去关心他 就这就是我们客户 那么客户登录之后 就会浏览到我们这个菜单 然后呢 在菜单列表里面 去选择菜单 去点菜 点好了菜之后 点好了菜之后 就会弹出一个确认信息 对吧 弹出确认信息 我觉得OK的话 我就提交 我就提交 如果 这里应该还有一个确认的过程 确认 OK 或者叫做 或者叫取消 对 有个取消功能 取消是在他点完之后 等提交菜单了之后 他又不想去了 然后再取消 提交点菜单 那可不行 你这个需求提的 我都提到厨房了 他到时候 哦 我还可以去请 你可以细得到说 一分钟之内取消 你这个需求提的不合理 应该是弹出显示确认信息的时候 显示确认信息的时候 他可以点击提交和取消 取消就再回去重新的再去选择 OK 我把这个图给他稍微画漂亮一点 OK 这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流程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在菜谱显示的时候 他会显示出菜谱哪些信息 能够简单说一下吗 首先有个图 然后有个价 然后下边有个什么会员价 金卡会员 零卡会员 分别都是什么价 然后有他的详细信息 OK 那稍等 然后还有 那个吃过这道菜的客户 对他的评价 你刚刚说 你刚刚说 首先有一个图吗 有一个图形对吧 OK 还有呢 还有他的图形 图形是一个还是多个 一个就够了 一个哈 还有呢 还有价格 还有他详细信息 价格也是一个价格信息吗 不是呀 因为他有什么打个压 金卡会员价 价格是计算的嘛 然后详细信息 就是菜的介绍 对 还有一个客户的评价 客户评价 应该是列表形式的 就是应该有很多 对吧 对 OK 就这些信息 对吧 那么我们在 就在点菜的时候 我们需要怎么个点板呢 是去选一个 还是 就是 就是每个菜下面 就有直接就有个数字 我的意思 就是可以去书 或者去点的 每个菜下面 它有一个选择框 有一个选择框 你可以在那个列表的时候 直接选 不用进它的详细 因为我吃过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直接在列表上 对呀 在列表上比较好 其实在列表上 有两种方式吗 不可能它进去了 它有点还退出来 在列表上 其实一般情况下 做的好的都不进去 我看不见 你看那些菜单 包括 都是直接的 都是直接的 好 点菜操作信息的话 还会 那么主要就是 点数量 对吧 我们就是我们在 我们在点菜的时候 我们主要就是去选择数量 每个什么数量 每个菜的数量 哦 因为我曾经见过 见过一些 就是 哦 菜的数量 然后就是你 你那个 那个 那个口味 什么扫发辣椒之类的 对呀 就是其实我们 很多时候我就见过 后面还要出备注的 好 OK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 实际上我们这个菜品到时候 可能还会计算 除了这个有单价之外 可能还会有一些总价 对吧 总价是在最后 显示的时候 订单的时候 算是总价 哦 那也就是说 最后我们在这个订单生成的时候 会有一个 会有额外的一个信息 这个叫做订单信息是吧 还是叫 还是叫 就叫订单信息吧 菜 点单信息 应该叫点 应该叫点单信息 专业书语 点单信息 好 都行 点单信息 那么点单信息 有哪些呢 就是你点个菜 然后总价 菜品列表 和总价 对吧 然后你什么时候去 多少轮 还有 这其实也就是 这张单子的背注 是吧 对 是让它输的吧 对 是让它输的 OK 好 这工具不好 他们直接不直接让 不直接让连这个 这两个都是 其实就是特殊的dependency 这工具不好 还是让它耍 钱 但我在这里 我还可以 做一些操作 OK 那好 我们一起再来 再来看一下 那 就请问 我们还是一块来看 那你觉得 基本上把这个过程 描述清楚了吗 嗯 OK 好 那我今天要跟你聊的 咱们就先聊到这里 我回去再整理一下 当然了 实际上我们可以继续聊 其他的模块 我们可以聊其他 再一个个去继续 辅助点菜 明天再聊 好 辅助点菜 今天就聊了吧 您再给我说一下 那个辅助点菜 这个过程 它是怎么样的呢 它那个 就像那个淘宝 你选商品 是的 它有很多个选择 它可以多种选择 那个综合起来 你给它 按它那个条件 给它算出 算出一桌菜 然后它可以 根据你算出的 这个菜 在里边 蒸啊 减啊 之类的 也就是说 就跟刚才那个 菜单操作一样了 只是你把 你给它 也就是说 它先实际上是 根据一堆条件 进行一个选择 对 就是对那个菜单 总的菜单的 一堆那个条件 筛选 OK 选择条件 但是这里边 涉及到一个系统 你那个自动 把它运算的过程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500块钱 嗯 五个人 你的意思 就是选择条件的时候 我就要输入金额 对啊 可以不输金额 也可以不输金额 那必须输金额 那那你系统 给它弄个一万 一桌 那不行了 应该要输金额 那么 它那个条件的话 也就是说 它的条件是什么 是什么形式 就包含什么 不包含什么菜 是这个意思吧 不是包含什么 它多少人 多少钱 什么什么可贵 就这个条件 对 然后 现在就想到那么多 然后选了这些条件之后 就由系统 系统计算 就比如说五个人 就算菜单嘛 说白了 五个人 你不能两个菜啊 你不能两个五十 两个二百五的菜啊 你差不多 计算了十个五十的菜 就比较好 明白明白 那么计算菜单 会计算出几个菜单给它呢 你不是让它挑选的 哎 这个可以 计算出多个 好 计算出多个菜单 然后它是不是就选择菜单 然后选了之后 可以 然后在它选的菜单里边 可以做些修改 选了菜单之后 它还可以做二次修改 对 OK 那么然后呢 然后修改了之后 提交定单吗 提交 不用再确认了吧 确认吗 我就说它修改了之后 还是要确认是吧 然后也是提交 对吧 这个提交的流程 和我们前面是差不多的 一样 OK 好 稍等 就оля 终原段 终原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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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